一般日期格式 日期最大的麻煩就是你在計算 真的是比較容易出問題 最容易出問題的其實不是 到哪一天的天數計算 一般會出問題應該是 兩個日期相差的月數 月跟年 因為月跟年的話會有個問題 是潤月跟潤年的問題 或者是月的話會有大月跟小月 有30天有31天的問題 所以其實減掉天 導致比較簡單 像那個奧運倒數計時 像奧運這一天到今天為止 到底相差幾天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簡單的公式 就是這邊先輸入等號 等於這一天 這一天的話直接減掉哪一天 減掉今天 減掉今天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選這個儲存格 把日期帶過來 或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邊 輸入today小瓜糊也可以 直接在這邊輸入一個today 小瓜糊 因為不需要加引述 這個日期減掉 幫我把今天日期取過來 然後兩個箱減 減完之後的話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減完之後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一樣 它出現的結果 奇怪 為什麼會是一個日期格式 因為通常那個eSale 它太自動了 它會 當你把兩個日相計算的話 有時候會把它當 它認為說結果應該也會是日期 實際上最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出生格式 你再把它改成通用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呢 距離那個東京奧運的話 目前剩下就53天 53天之後呢 就要舉行那個東京奧運 而且這一次好像聽說是 不會再延後了 會這個 如期舉這個 這個 那個開太有問題嗎 老師畫面好像在裡面 或者在電腦 喔 對對對 那我忘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分享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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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剛剛的部分 公式呢 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東京奧運的這個 先輸入到 就是儲存格 然後 再得到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就是 這一天 減掉 這個 the day OK 這一天 這個儲存格 減掉the day 那減完之後它有可能 它會把它辨識成日期格式 等於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將來你們也蠻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說 我天減天應該得到是幾天才對 它可是 它卻 誤認為是一個日期 那沒關係 你可以按右鍵 再把它的格式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把它恢復成數字的格式 這樣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距離東京奧運 只剩下53天 OK 好 53天之後的話 到底會怎麼樣也不知道 不過 當然希望是可以如期 而且順利舉辦 那 剛剛講過就是 除了計算 天 兩個日期相差幾天比較簡單之外 那如果月跟年的話 該怎麼解決 其實在Excel裡面 有一個蠻好的一個函數 叫Dedif 這個Dedif的話呢 其實它很好的一個作用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計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年 幾月或幾天 它都可以幫你完成 比如說像這邊各位可以切到這個Dedif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假設我今天1980到2006的這兩個日期 然後我相差幾年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但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 像剛剛那個year也可以 只是year來做的話 它不會去看說你這個後面月跟日有沒有滿 也就是說不管它只有看年的部分 但是Dedif的話 它會判斷說它到底有沒有滿一年 它才會幫你多增加一年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來試試看 利用Dedif來做 不過Dedif這個函數 比較特別 怎麼說特別 因為如果你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在這個函數的清單裡面 蠻妙的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不用這個函數的話 有時候計算年跟月就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你在這個清單裡面 D開頭你會找不到Dedif 那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Dedif實際上 這有專利的問題 因為這個函數名稱最早是Lotus123 Lotus123已經是在很久遠的 三十幾年前的一個軟體 它這個所定義出這個函數 所以Excel希望能夠沿用 只是說有專利問題 它沒辦法直接加到清單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如要使用Dedif的話 必須用相容模式 輸入這個公式 相容模式就是不能直接從清單取的 但是你可以用打的 Dedif 錢瓜符 OK 然後它後面會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比較前面的日期 所以比較前面的是其實日期 豆點 第二個參數 比較後面一點日期 OK 其實一般都兩個日期相比較 第三個參數的話呢 是比較什麼 如果你今天的這個參數是Y的話 所以記得它這個參數一定要是文字 所以你要自己輸入那個前後的雙引號 然後後瓜符 它就會自動幫你比對 這兩個日期相差幾年打勾 OK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Dedif 跟那個Ear 兩個參數 兩個函數有什麼差別 兩個函數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們可以再試一次 這個後面 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用插入函數 用日期時間裡面的Ear 那一樣喔 大的是這個 2016 減掉這個A3 所以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個Ear 瓜符B3 複製之後貼過來 把這個B3改成A3 也就是2006 減掉1980 打個勾 結果你會發現也是26 那你想說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用Ear跟Dedif 其實喔 最大的差別 我們可以改一下 結束時期 8月15 假設把10月12 改成8月12的話 那理論上 他這兩個日應該是未滿 所以其實如果你這個改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未滿 按Enter的話 你會發現 這兩個差別就看得出來了 這邊就顯示成25 因為他這個後面的月跟日 他會比一下 有沒有滿 如果沒有滿 那就是不會幫你加1 但是Ear 減Ear的話 他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你 假設你 這個用Ear函數的話 他只會看年 不會看月跟日 這個可能要特別 如果假設 你的這個邏輯是一定要滿 才能夠加1年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也 記得要用這個 Dedif 假如說你不用管 反正看年的話 那就是用Ear函Ear這兩個 再來的話一樣 底下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計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的話 相差幾個月 那其實 Dedif最好用就是計算月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要計算月 你總不能說每個月都算30天吧 如果你算30天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結果一定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怎麼辦 我把這個公式複製下來 稍微改一下 把這個Y改成M就可以了 打個勾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他就是這個日期到這個日期 兩個相差的就是313個月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後面 由曼子減曼子沒辦法 因為曼子減曼子 頂多是10月跟8月 你沒辦法去換算說 這個年的部分 你不可能 或者是說你用日期去換算 當然也不對 所以你假設要計算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就是用M 那D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相差幾天的話 把這個公式複製下來 這邊把它改成D就可以了 那一樣相差幾天 相差幾天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得到結果 不過其實 如果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不見得一定要用Dative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倒數計時 你可以怎麼做 更簡單的方法是等於什麼 這一天 減掉 這一天 那因為它是數字 減數字 所以得到的話 也是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如果 假如說你是要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天的話 其實喔 好像似乎用日期直接減 會比前面Dative 來的更簡單一些些 OK 所以這個Dative 應該最好用的地方 應該是用在 來計算說 那兩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上面是最好用的 那底下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用Dative 這個函數 幫我計算說 他這個人的生日 出生到今天為止 我希望得到的結果是 他這個人到今天為止是 已經活了幾歲 幾個月又幾天的話 那我該怎麼把這個結果 精確的算出來 因為如果你今天 假如會用那個Dative 函數來做 這題是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蠻常會遇到說 我今天要計算某一個員工 他到底到公司上班 這個到今天為止是多久了 我可以用這個同樣的方法來做 那裡面的話 會用到兩個 剛剛Dative的兩個參數 一個叫做什麼呢 一個叫做YM 一個叫MD 因為你算完這個相差幾年之後 如果你還要再得到他這個 算完年之後 剩下還有幾個月的話 你可以用YM 那YM算完之後 還有剩下幾天的話 你可以用MD 那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Dative這個函數 先試著做做看 了解一下 如何去計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年 除了可以用Dative之外 其實可以用EAR EAR-EAR 另外的話 這個可以用兩個日期相減 也可以得到結果 那請各位試試看